一口 大一点的土面 大家好 我小李 今天在外面钓了好久了 钓了好久 一只鱼都没钓 所以只能去到这个地方来钓鲰鱼了 这里的鲰鱼特别多也特别好钓 希望多钓了几只 我跟你讲 下去就开始吃 有点吃够 中了 我跟你讲 这里的就是这么容易钓 在下面钓的我要死了 真的是 在外面也钓 太辛苦了 并且还没有 主要是没有了 继续 我用手机录了一下飘向 因为这个不是七星飘佐 已经开始吃了 可以飘了 来 来 一跳 老哥 淡定啊 哈哈 取出来了 就 没了 好 开始啊 开始啊 又开始有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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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口 喂 这都是草鱼 这是草鱼 鲨鱼都是飞 哈哈 小李 小李的措施就是鲨鱼都飞 怕什么嘛 对不对 鱼就是用来飞的 不然 多么无趣 对不对 又没拿碳树干 反正高碳干的话 还可能会那边 哈哈 我这也不是高碳干 好继续 刚刚那个飘向好奇怪 我说如果是黏鱼的话 它就直接一口就下去了 慢慢的飘 我就觉得好奇怪 又开始吃 这是一场黏鱼 来 又上一条 又中一条 好奇怪 这浮飘 刚动作好奇怪 这是上下跳一样 哇 又是一条 要遮一下 这草鱼 这草鱼 稍微遮一下 不然它直接拉上来 又是一条草鱼 又是一条草鱼 先给大家看一下 免得这里大家说是糖 你看那边就是大狐狸 那边有个以前的老闸 但是现在没有了 这边就是正常的一个东西 这边就是正常的一个河 不是什么大家所认为的 这边就是一个 那个 没关上来 而是问题 放进去 说的 游州 雙飞 哈哈 双飞 吃个鲰鱼啊 可以 再来一口 我钓一个起来 终了吗 大家好 今天已经快要回去了 我们看看今天的收获 先是这种小鱼 小了一点就丢了 还有一些 都是这个了 鲶鱼 鲶鱼就带回去了 差不多还挺多的 那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李 欢迎大家逛着收藏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